上周在Zanfor赛道所举行的荷兰战 论整个周末的赛程可以用紧张到平淡再到紧张来形容 从排位赛三大队六车的对决 到正赛最后十圈的颁奖台争夺战 以至于各队如何善用最后二十圈两次意外变数获得优势 或者红军以及兵士两队在正赛后段所出现的调度及近战作业失误 让原本在起跑之后看似没什么战局变化的正赛直接张力拉满 以至于在排位赛所发生的事件 让整个周末的话题性依旧不减 这回就一如往常 将正赛阶段的重要事件提出来回顾一番 早在周末的赛程开始之前 除了Piastri在CRB的裁决之后 确定能够转战麦克拉人 让少了快一个月的合约争议暂时落幕之外 包含FIA和赛道主管方在赛前 就奥地利战的信号弹争议发了一条规则 明定在赛道进行比赛的时段禁止燃放信号弹 违规的车粉将会遭到驱逐离场 不过这类的规则在比利时站其实早有先例 不过因为这次是在MAX的主场荷兰举行因此备受关注 以上的规定其实相当好理解 毕竟奥地利战正赛期间光是暖胎全球 因为大量的烟雾弹燃放导致视线严重受阻 摄影机甚至一度无法清楚拍摄赛道 对于赛事安全自然是一大威胁 倘若风向一转让烟雾进入赛道等于直接影响视线 尤其F1必须长时间以超过250公里时速行车 任何视线受阻自然增加意外发生的几率 然而就周六的排位赛所闹出的事件看下来 似乎不少车粉依旧偷戴这些违禁品入场 包含Verstappen在上场跑圈时就有车粉忍不住点燃烟雾弹 甚至在Q3刚开始没多久 就因为有车粉将信号弹直入赛道侧动红旗 导致整个时程被迫delay 以至于在独秒阶段再度有信号弹飞入场中 两次的状况不说还以为是中华职棒再度领先全球快30年 喜有球迷将便当丢进场内经由Maxme丢信号弹进赛场 当然也要强调 这类影响赛事进行以及安全的行为相当不妥 也绝对不鼓励类似的行为 以免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当然撇开以上的闹剧 排位赛阶段确实上演极为接近的岗位争夺战 红军双车以及Verstappen在Q3阶段 在各自的单圈表现互有千秋 纵使最终由地主车手Verstappen抢下岗位 排在第二的Leclerc 以及第三的Science 三位车手之间的单圈成绩差距仅有0.098秒 等于是一个进出弯走线出错或是换挡不顺 就可能影响单圈表现 反而宾市双车因为Paris在14弯发生失控 而没了推快时间的机会 不过从寄出一度无法从Q2突围 到现在能固定跑进前六 代表宾市早已重拾过往的竞争力 纵使离胜场上有一些距离 但要挑战分战第二甚至Double Podium早已不是问题 甚至在最后七战赛程当中 大有机会屡次看到三大车队之间的强盛戏码 既然是在荷兰举行分战 主场车手Verstappen能否连续两年在自家乡亲面前扬威 不用多想自然备受关注 纵使在FP1发生变速箱故障提早收工 在进入排位赛之后状况依旧维持在高档 前两个阶段都只进行了一圈的打底就提早收工 Q3进入独秒则是与红军双车上演了甘位的争夺战 三车之间以不到0.1秒的差距决定最终的顺序 由Verstappen惊险出连两年在主场领头发车 而周日的正赛阶段 基本上Verstappen就在正赛前半段处于一路独走的状态 一路到第47圈脚田所驾驶的赛车出现状况 大牛在第一时间Coin Verstappen换上硬胎后 场上的战局一度有反转的可能 由于宾士双车在同一个近战期间换上中性胎 正赛在重开之后包含Hamilton跟Russell 在单圈速度上最多可以快上超过一秒 代表Verstappen有极大机会在第60圈后遭到超车 不过在第55圈Voltus的意外再度让战局反转 大牛这回再度Coin Verstappen近战 并换上软胎进行最后冲刺 纵使在出战之后落到Hamilton后方 由于宾士在安全车代场阶段宛如红军上升 不知为何让HamiltonStay Out之下 等同让Verstappen具有车胎的绝对优势可以运用 并在第61圈正赛重开当下再度展现了对加速timing的掌握 由于今年在沙国战前的新版安全车跟车规定 重新界定了合法的排队方式 前后车在安全车进场之前必须维持一定的距离 等于封杀掉Verstappen一向擅长的side by side restart玩法 不过Verstappen开始催油门加速的时机 恰好能够在起中点线前紧落后Hamilton一个笔锥的距离 并在进入1号弯之前就超车得手爬上领先 以上的动作恰好规避了赛事规则所写到 所有车手在正赛重开后必须通过起中点线之后才能有超车的动作 但又同时能够在正赛重开当下借机拉近差距进而达成超车 在正赛最后12圈当中凭借软胎的优势一路守城 最终拿下今年第10胜 连同单圈最速一同收下再进账26分 其实就整场荷兰战的动态来看 纵使大牛的车辆速度在正赛期间位若上一轮比利时战那般无敌 在策略运用得当下依旧让Verstappen得以收下胜场 除了让积分优势正式破百之外 距离在日本站提前封王的目标数字113仅剩4分之差 会不会今年的世界冠军就此提前抵定 就现阶段大牛从车手到赛车再到车队上下都处于极佳的状态下 几率看来是主场在提升 那当然除了大牛如何善用两次意外变数反手围攻之外 迎舰军团在本场居然难得出现了调度上的状况 其实就排位赛的单圈表现来看 纵使因为Paris的意外让Q3提前终止 两车依旧能够锁定在前三排之内 由于Zan4赛道的组成让车胎更容易升温 等同让W13赛车在短时间内不易暖胎的毛病获得缓解 周日正在相对红军大牛使用软胎发车 冰式双车反而是以中性胎发车 可以推断在没有意外变数之下 两车可能走一停的策略 由于Zan4赛道路面平均宽度不到10公尺 加上最长的直线仅900公尺不到 纵使今年第二段DRS区间延伸到近14弯之前 整体来说依旧是相当不好超车 加上额外的换胎可能在出战之后遇上慢车拖慢时间 代表一停反而能有更多的调度弹性 当然除了赛道的调性之外 周末以来路面抓力提升速度相当快 进而抵消了硬胎的圈速劣势 搭配W13赛车在正赛期间使用中性胎 以及硬胎之下似乎表现会更为出色 同时车辆设定让胎号位若大牛或红军那般快速 纵使在30圈前后换上硬胎后 双车接连遭到Bestappen刷卡 在后续单圈上与同样换上中性胎的LeClaire 想去不远 宾市要以2-3名完赛其实大有可能 不过当脚田在第47圈因为车辆异常停下而侧动VSC之后 进而变成宾市挑战胜场的大好机会 双车都选在全场慢行阶段换上中性胎 在重开之后基本上是以一圈0.7到1.1秒的速度拉近 不过Botas的车辆失灵 侧动安全车代仗等同打乱了宾市原先的一盘好奇 看似宾市不希望在进行换胎之后流失名次 原先预计让两车都留在赛道上 不过Russell向车队反应中性胎升温状态不佳后 在安全车代仗之下额外进行一次换胎 结果就如同英国战红军的奇葩调度一般 Hamilton因此被迫留在赛道上 在车胎完全没有优势之下 重开第一时间就遭到Bestappen在第一弯超越 跪求Hamilton的心理阴影面积又增加了多少 后续又遭到Russell以及LeClaire接连在大直路超车一路掉到第四 这也难怪Hamilton会在Radio当中直接开骂 毕竟这次的Stay Out决定等通直接赔掉 宾市在22年赛季的首胜 同场也体现了Russell在正赛阶段 对于场上状况的判读能力 在Hamilton留在赛道上的同时 选择额外进行换胎确保优势 最终能够替宾市拿下一席第二 而就目前三芒星军团的车辆表现来看 确实已经有超越红军让场上第二块异主的趋势 加上极为稳定的动力表现 因此就如上一回的赛后解析所言 现在的压力锅反而是丢到了红军身上 嘿 现在几乎每一场正赛之前 除了好奇Verstappen这次要赢多少之外 一定会额外蹦出一个OS 就是红军这次会用什么方式搞砸比赛 毕竟在过去这实战当中 红军好像每一战固定都会发生一些状况 让大好态势就此溜走 不过在正赛起跑之后 红军在上半场似乎有一扫前几战 糗胎的迹象 纵使追不上Verstappen 但也不至于遭到兵士快速拉近差距 不过就像开头提及 红军总要发生一些状况才是正常 在第一次进战窗口开启之后 看似红军在沟通上再度出现问题 但这回不是车胎拿错 而是根本连车胎都没准备好 就回放的画面来看 技师在Signs都已经进到Pitbox之后 才急忙将车胎搬出来进行拆换 其中delay最久的左后轮是在其他三个车轮 都装上后才从车库搬出 这让Signs的第一次换胎等了近13秒钟 在出战之后从第三调至第十一 更糟的点在于 红军用于装卸左后轮的备用 锁胎枪刚好就搁在Paris出战的路径上 结果就如众人所预料 Paris在换胎出战当下就直接碾了过去 先不提锁胎枪毁损可能造成后续换胎时的麻烦 重要的工具乱放这件事在赛车圈可是大忌啊 不过针对此次的事件 赛会后续是以维修区范围太载为由 以No Further Action作收 然而红军的状况并未因为这回的换胎状况就此了结 第55圈Botas在第一弯前发生车辆故障测动安全车之后 Signs第三次的进展再次发生状况 这回是放车时机不当插歇撞上迎面而来的龙扫 在赛后被以不安全放车为由遭到加法5秒从第5调至第8 在大扭以及宾士两车均在前5完赛的状况下等同再次送投 不过值得些许庆幸的地方在于 Benazzo终于不像前几战赛后访问时那般死鸭子嘴硬 坦承在Signs的正赛期间调度一事上完全是一团乱 不过仍旧让人好奇 究竟红军要到何时才会改掉正赛期间策略组或是技师团老是出状况的毛病 毕竟从开计至今光是策略组例行稿式以及技师团的换胎失误就丢了超过50分掉 这回的荷兰战要不是宾士向红军借了英国战戏码并重演一轮 红军随时是连颁奖台都上不了 而先前没提到的车辆表现也同样值得担忧 本场虽然LeClaire在起跑之后一路都能维持在第二 以及未若前几战出现一堆奇葩的策略调度 不过在第一停换上中性胎之后的单圈表现已经与大牛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在Verstappen得以在第一停出战后双超兵士的情况下 LeClaire却是连要拉近差距都相当吃力 这又可以归咎在F175赛车一直有胎号偏快的问题 两车手在正赛期间动不动就出现车胎过热的麻烦进而影响圈速 索性Boltas在第55圈的状况让红军紧急call in LeClaire换上软胎之后 才让本来看似灾难的正赛能至少有一席前三坐收 让原先可能全盘皆输的局面有挽回一些 还是这次的状况都是Science帮忙谈下来了 不过对红军来说 下一轮的正赛会是更大的考验 毕竟将要回到红军正主场Monza进行tripleheader的最后一战 究竟红军能否复制19年那强势且有些不择手段的表现 又或是再一次剧场开演搞砸在主场仰威的机会 总之我是比较悲观的心态啦 各位又如何看咧 欢迎留下看法在下面 当然除了三大车队如何在正赛当中的斗法及出状况之外 Botas出意外当下的场上旗号变化同样引发一波讨论 就场上的动态来看 在Botas车辆停下来的当下 迎面而来的恰好是Science以及Oakon的攻防战 然而有趣的地方在于 Science在超越Oakon的当下 场边的Marshall已经摇出了黄旗警示 找规则来说在通过黄旗之后必须立即减速且不得超车 在车队没有及时通知让位之下 本来以为Science会因此挨罚 不过有趣的地方在于 Science在超越Oakon的位置恰好在黄旗之前 而Science会是在超车发生没多久之后才出示E3两计时段黄旗 等于是利用黄旗出示的前后时间差及空间关系巧妙避过了一次的调查 虽然在Science后因为第三次进站不安全放车挨了5秒红单一张 完赛名次却依旧能维持在Oakon之前 而到目前为止 包含FIA未有约谈Science 以及官网上无判罚相关文件出示 因此这回的争议超车或许就到此也说不定 不过可以预见日后会在这回的争议进行规则修改 那么以上就是这回荷兰战的赛后解析 一连三周举行正赛对车迷来说保证不无聊 但是一想到连三周的稿就偶尔会笑不出来 当然除了前面先问过认为红军在Monza会有什么表现外 再额外问各位一个问题 觉得宾士在安全车上场之前应该让Louis pit in 还是stay out 还请各位一并在留言区交流意见 或是在看完后到Discord群组中将楼盖好盖满 应该会有不少发烧友会很踊跃 那么下周的赛程将会回到速有Temple of Speed 职承的Monza 还请各位继续锁定本频道的不负责人预测以及解析 那就下站再见 拜拜